九龄 君大夫 未曾料到会留宿淮王府 想必没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吧 一夜而已 无妨的 我这里倒是有几件旧衣服 若是不嫌弃 先对付一碗 名女不敢 实在犹辱公主花腹 不过是几件长服 若是君大夫不嫌弃的话 谢公主厚爱 这件衣服 姐姐竟然还留着 这么好看的绣纹 可是你熬了许久 一阵一线亲手缝制的 今日你让我穿上的 是故意试探 还是巧合之举呢 我已改头换面 穿遍穿了 这衣服 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公主谬赞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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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姐姐 我又梦到你了 殿下 怕是因为刚睡醒认错人了吧 我不是你二姐姐 让她走 她怎么可以穿上二姐姐的衣服 然而是姐姐的意思 我去把衣服脱下来 慢着 穿着吧 那是二姐姐 唯一剩下的东西 我不想让她什么东西 也没留下 穿着吧 别人走的时候 留给我就是 九龄 你回来了 我 帮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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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